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开影谈 目前 漫威将拍摄《黑寡妇》单集的消息爆出 令无数寡解的粉丝和漫威迷沸腾不已 但目前更令粉丝期待的应该还是2018年5月份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 又可以看到《复仇者联盟》的队员们携手在大萤幕上对战了 真的是想想就热血沸腾 但是曾经团结协作的《复仇联盟》者们也曾闹过分歧 甚至发展到了对立对抗的地步 也令一众观众看得揪心不已 在电影《每对3》中《复仇者联盟》分为了两队 各自以钢铁侠和美国队长为首 召集了其他的英雄分立对战 或许其一是《复仇者联盟》是否需要接受管理签订协议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除了政治因素外 内部的私人矛盾也在加深 这时一个人物浮出水面 他就是东兵战士 那东兵战士是谁呢 熟悉的漫威迷肯定马上能喊出他的名字 巴基 作为美国队长的好基友 东兵战士巴基 一直是漫威系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为了保护他 美国队长不惜和西日兵间作战的战友翻脸对立 可见两人只赶前身后 那东兵战士真的是一个坏人吗 当然不是 他曾经也是政治向上的好青年 是美国队长的好朋友 给予了美国队长很多的帮助与鼓励 两人在二战时一起参军入伍 一起历经了枪林弹雨 后来巴基不慎坠崖 美国队长以为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爱伤不已 但其实巴基坠崖后并没有死 只是被反派九头蛇抓去囚禁了起来 还给他做了实验 打造成了一个没有思想 只听命令的杀人机器 那东兵战士巴基 究竟是如何黑化的呢 其实也是用了大家都曾经听过的一种方法 催眠 没错就是催眠 九头蛇东兵战士进行催眠 不断的向他的大脑中灌输口令 反复的对他进行催眠洗脑 让他忘却了往事 再向他下达杀人的命令 说出相关的指示口令 他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机器 盲从地接受催眠人的指令 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杀人工具 东兵战士巴基 从此只会反复地接受任务 执行任务 汇报任务 就这样 被催眠的东兵战士巴基 沦为九头蛇的杀人傀儡 一个杀人机器 在他们的命令下做了许多恶事 可见在身怀绝技的战斗英雄 都抵挡不住催眠的威力 虽然巴基和美国队长相见后 记起了曾经的往事 也不再随意杀人 但催眠对他的影响却没有消除 更好的保护东兵战士巴基 巴基进入了冷冬冬眠的状态 直到能够消除催眠洗脑 对他的影响 相信再高强的催眠术 也会有被破解的一天 那么什么能够战胜催眠呢 或许会是感情吧 比如美国队长和巴基的兄弟之情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